其实我认为陈时中就四个字 心不在焉 你可以看到这两三天以来 他讲了多多的金句 然后制造了多多的防疫困扰跟麻烦 可是巧琴我要打断你 他怎么能心不在焉 现在疫情爆成这样 跟董哥说搞不好明天1500了 接下来没多久破万了 因为他早就已经像董哥刚讲的 想要去选台北市长 他以为说这个事情反正现在就共存 然后数字很高 大家也不会在意 你胡弄一下就过去了 有人骂我们在塔绿班一起去攻击他 这不就没事了吗 但没想到大家还是 就是对于疫情是相当在意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 就是成立一个钟表行 把这个坏掉的时钟给他维修一下 因为这个时钟的发条时景时松 就跟他的政策一样 现在大家最诟病的 就是现在政府的政策 双重标准也就算了 还这个前后不一 包括什么 交通部长要看新闻才知道 叫旅行团的最新政策 这个很扯耶 我看新闻才知道 你指挥中心没有跟交通部跟旅行团 这边沟通过就直接出了一个政策 然后呢健身房这个我也很不满 健身房要打三剂 可是呢一般餐厅却可以开放持续的内容 好啦连馆长 哎最挺民进党的馆长都说 这是跟屎一样的政策 深蹲的人会比较容易被病毒感染吗 他们根本没有去上过健身房 深蹲比吃饭容易被感染我就不信 实际上面这个健身房的间隔 其实是比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还要远蛮多 远蛮多 而且你知道现在健身房都会拉开距离了 对所以第三个家长想要给小孩子去打疫苗 BNT没有了也没有买到新的 就说好吧那开放莫德纳 我等一下会再讲这个事情 然后呢停课的是家长也没有办法接受你说要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确诊才能停课 你知道吗 现在以台北市来讲没有人在遵守这个中央的规定啦 没有人遵守 我们现在有90所学校已经停课了 哪有那么多人确诊 因为中央定了一个三分之一的规定之后被家长骂爆 所以台北市就改成说三分之一的接触这个班级的同学 所以等于是说每一个只要一个学校一个确诊 学校就会告诉你 我跟你讲这个学生超活跃的 他平常是接触的对象就有三分之一校园这么多直接停课 所以才有这么多学校停课嘛 很多都是确诊一个就已经停课 所以家长已经没有要买你指挥中心的单了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代表你已经没有公信力 还有我自己做自己的 对我自己做自己的 我就是不想让我孩子去上学 我觉得很危险我不相信你指挥中心 然后民众的足迹一天到晚被你公布出来嘛 可是蔡英文的家人呢 他们的暗号呢 不需要公布他 所以你就变成说 为什么不需要公布啊 就是政策是时松时紧 就像一般人呢 碰到确诊者要隔离 但是呢 我们这个陈时中呢 快筛一条线就可以继续开他的 而且重点是他明明就跟确诊者足迹 重叠超过15分钟以上 他为什么不用居家隔离 就是他的政策时紧时松嘛 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时中坏掉 大家要想啊 我们现在讨论到这里 这就是这一个礼拜不到所发生的事情 不觉得很荒唐这么快 还有什么 快筛买不到 价格高 但是量又很少 现在陈时中还说 那你就自己跑远一点 还有什么匡列隔离 没人理 你知道这一个礼拜 尤其这个周末 我接受到很多的陈城都是 他跟确诊者曾经待在同一个空间 可是没有人要匡列他 他就自己在家里等 然后打电话打老半天也都没有人接听 好 这种情况的指挥官竟然还要批评民众 不主动积极 他说我们都已经实行这个政策这么久了 你自己不主动积极 还反过头还骂民众 这是不是一个很离谱的事情 所以我们最后谈到疫苗 因为现在的 因为这个两岁的孩子的事件 所以很多的家长都很担心 希望可以让孩子打疫苗 可是指挥中心买不到BNT 然后现在说可能要开放打半计的莫德纳 但是我们就回顾 其实陈时中就是一个疫苗理由博 我整理出来 他从2021年我们要买疫苗的时候 2021他说什么 BNT进来的时间如果比莫德纳晚就没办法接受 富弊他就是在中国代工的 疫苗现在就是买不到 我几乎敢这样讲 但我也不敢完全否认有人买得到 全台湾比我急的不超过十个 年轻人忍耐一下 我三天就会梦到一次无法保证疫苗什么时候来 全民打两剂是不可能的任务 也不是等不到是时候还没到 这是2021年 今年又来一次 就是你看他现在讲的话 就是去年就讲过的 他说什么呢 合约草本送出 但现在还没有得到回复 不敢期望 谈判有两个多月 每天都有新的小问题 可是他在今年1月的时候说 前两周跟BNT德国常讨论 采购量落在一千万剂 然后郭台铭说希望帮忙捐 郭台铭希望帮忙协调 他说总不能一直叫私人来捐 我们有钱我们自己买 还说郭台铭很有心 但今年比较没有疫苗需求 所以你发现了吗 这个时钟几乎是蛮口谎言 1月说的跟4月说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2021年他就这么干了 所以我觉得徐小可说他是脸肖维 完全不是侮辱新的语言 脸肖维根据教育部闽南语词典 就是在讲说你胡说八道 你在胡扯 说真的 陈时中不就在胡扯吗 有什么好怕人讲的 好 这个嘉凯 刚刚这个巧新说这个台北市 反正他接受到太多 关于这一个礼拜以来的澄清不断 那新北市的情况啊 新北其实跟台北的状况也差不多 但是刚刚巧新议员嘛 他送给那个陈时中部长四个字 新不在业嘛 那我再加送四个字给陈时中 那就是不负责任 怎样的不负责任呢 你身为一个部长 因为快三世纪大家买不到的时候 你就说你就跑远一点去超商买嘛 你身为一个医学出身 背景出身的一个部长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都知道 今天要买快晒世纪的人 他可能有三种情形会去买 第一个说你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嘛 再来就是我可能要进出这张床场合 他需要快晒世纪的那个验证嘛 再来就是我自我做一个检测 你今天告诉大家说 你跑运你去买就好 那如果他今天他是阳性 他是确诊者呢 你让他跑运 让更多人接触 这就是不负责任嘛 那再来说心不在焉 哇你大家陈时龙部长 你也要选台北市长 大家都知道嘛 就等小英总统 他什么时候要松口 那你今天哇 许小可他才代表家长 他其实不是代表艺人的身份 他是一个代表家长身份 去批评你 为不不 你哪些政策做得不好 那身为一个部长也好 或是一个身为后来的 那个民意代表 你要选现市首长嘛 你就要有作为虚心检讨 虚心听民众生意的那个责任 又不是我今天被骂了 我就出动1450网军在下面 疯狂的护航 疯狂的留言 疯狂的带风向 我想许小可的粉专 我和巧心医员都去下面 声援护航 但你知道我换来了什么 下面1450 24小时不间断的 疯狂的去刷留言 带风向 我真的觉得很 塔绿班这群人真的很厉害 你知道吗 好那再来说 我知道啦 4月20号 卫福部也说了嘛 他会召开一个 那个叫什么警训的一个就是会议 告诉大家说之后的疫情 我们到底怎么应对 那我希望陈时中部长 你可以赶快跟大家说 快筛世纪的指引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现在快筛世纪的指引 它还停留在去年6月30号的版本 我觉得现在问题不是说 你要成立快筛国家队 或是大家能不能拿到快筛世纪 而是你拿到快筛世纪后 你之后后面的SOP到底是什么 SOP它为什么很重要 我们从两岁小孩那个案例都知道 如果今天塞出来是阳性不管你是居家 还是不是居家 我如果验出来到底是阳性的话 我到底该怎么出力 我们知道到时候验出来的一定会很多 因为现在疫情不断的攀升嘛 那你验出来如果是阳性 那我们到底怎么做一个骑手SOP 不要到时候又把这东西都丢给地方政府 或是推过给侯友谊市场 推过给柯文城市场 我觉得这非常不负责任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到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取